這件我看你又摸在一起 你對我看意見這麼多 這當然在國外 他就是空中聲音口譯歌 所以這件這樣說就說 一些獨牌的好朋友 如果真的要聽到 告別大家又摸在一起 人生政策是口譯歌 部長說他有夠好 派他喝一瓶一瓶 競爬民調又再倒 所以我早就說過 國民黨要搶在一起 你看民進黨分工看多漂亮 搶他們問第一時間 水拆開 部長繼續停 這兩個是連動機倒頭 你當作他們兩個事 你不知道 這只有一個動機 一個倒頭 連後世間出來做油脊手 這個部長要落台 你看看 這款的分工看這麼這麼沉滅 甚至他今天可以出外 用拼國用的靈魂去沾用 蘇武光的主觀級的改為 世間就說了這慢慢不可了 但是慢慢不可變 你眼睛金金人 雙重人繼續用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變成 三角方便 分工續船 六海空的立體續船 國民黨現在還在那補宮打倒 所以他們在 你說話說 回去練三包 你若准他離空一半年 他們沒有感受到 他們就感受到 民意在喚 民意在喊 民意現在對這個口義哥 開始有意見 新的五眼明出來 他就是怕你們 基站這裡菜市場 大家又開始練 所以副總統先拆 王政権又回來講講給我們看 好 你看一看 這樣下去 你還連連下去 所以這是一個 政策的構思跟補局 不然就 因為年輕人的機會 我不要直接說他最多就是 我已經被批評過 不是他願意去 他是方便去接收消息 方便去做一條教授 方便去收集進步 方便去做聯絡的散路 基本上就是剛才提前說的 這些外交部 當期歷年以來 他們不是中國民黨 他們哪是中國民黨的 中國民黨是中東國 差不多30年前的事情 他們的作用都很大 大家受過程到 又經過過程可期 大家就是要讓我們這個土地 叫做中華民國 因為這個國家在拚命 但是民進黨他比較不信任 屬於以暗間信任 因為他要推動台灣獨立 他要推動到大陸分裂 然後他要借用美國 他們成兵入關 對付離空離空 對付一國兩制 對付救理共識 這已經有夠明確的戰略 已經出來了 是美國而已 開始主要比較重要的 日本 日本趁他們就去北厚了 對不對 再來歐洲 再來東南亞這些國家 這一步讓走下去 後面一個一個會再排出 後面的口衣歌有再來的 所以世間你是扮演了很辛苦 我知道 你演這個角色開始演了很漂亮 那如果不注意看看看看 真的 所以主力晉能力這種標誌 很多我的好朋友跟我說 你搞那個世間真的不行 你看看 人家真的看出這個問題 各大大批評補充 我實在是欠負 但是我感覺這樣對台灣不好 對美國可以好 對日本可以好 你不用對中國大陸這樣敗 沒有意義 怎麼跟美國做客戶 台灣就安全 台灣就沒問題 日本做客戶 台灣就沒問題 不是這樣 你們一邊倒 跟藏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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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真的倒一個美國人 騎出來說 停台灣 廣泛發生問題 中中停 沒有一個家庭 最後還是要我們2350萬人 做共同去面對 那不是這樣 人家現在跟你說 大家坐下來討論 台灣要怎麼跟大陸 討論出一個新的制度 你們不要跟人家說 頭髮在燒 勇敢走出來 跟大陸搶圖 我們台灣要怎麼跟他說 你不要讓人民信賴你 不要跟人民說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要怎麼走出來 你只說主體的意識要有尊嚴 要有尊嚴 什麼叫國家的尊嚴 請頂上你下來 問我再說國家的尊嚴 建立一個有尊嚴的國家 什麼叫尊嚴 去莫美國的大腿叫尊嚴 讓美國拔來拔去 叫來叫去 發出發力叫尊嚴 我們做不夠 你日本要做客廳叫尊嚴 我也做不夠 北京中國拔 你要什麼拔 我們選擇說不讓人拔 你說我出不來台灣 你想想看 兩千三百五十萬人 感染一定要獨獨走這條路 就沒有美國吃不下飯 不是這樣 但是你現在學了聰明 他們跟美國搖來搖去的時候 你能出來跟人家搶一個 又跟他們搶兩個 這實在是歌手 我現在說 要吃飯吃給你什麼 你們在內行 我說這個給你聽 你就聽說這有魅力的 後面這齣戲 會一齣一齣一直拔下去 砍涉就什麼 砍涉就最後什麼人要去練三包 什麼人要打包 未來什麼要發包 這些人練小的 你英文做人民 你投票的人英文輸 你特朗也要練三包 他們特朗也要發包 所以我們記好清楚 未來 離空離空這張選票 是決定中華民國 我們這個國家 經濟的爭奪 尊嚴的爭奪 如果沒有美國跟他合作有尊嚴 這樣水災人 我們不是說跟中國一定要跟他派 跟誰一定要跟他派 人要跟你針你當作人要跟你加 美國要跟你逃 你當作他要愛你 所以不必就這樣 我們大家都做理性 大家都有受夠用 要怎麼跟美國做朋友 要怎麼跟日本好 要怎麼跟大陸做朋友在那 這樣讓台灣人民 有百度有飯人吃 還有百度後來購物做 這樣不是很好 他現在有進步 我對世間開始說 你真的高手 你不能夠跟他合作 剛才大千高合作 你再合作一下 我看我英國超過一百公斤 不過今天世間跟龍介的談話 都很有總統格局 我這邊還是一樣 我也很肯定這個世間今天的談話 你跟他合作超過五百公斤 因為世間從一開始發生 一直到現在 他的態度一以貫之 我覺得世間對於這個事情的 大是大非的立場看得很清楚 我支持他 支持他有幾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 他認為蔡總統不知道 我同意 我覺得蔡總統確實 蔡總統對這麼重要的一個職務 他不知道 我覺得 因為這個不是在他的職權內 代表 副代表是在總統的職權 那麼政治組的組長 外交部部長的職權 也就是說你北美司的司長 或者是人事單位 就是外交部的人事單位 他們把他們預備的 這些政治組的組長的人選 或許他們可以跟 他們會跟部長報告 可是最終拍板定案 可能到部長就可以 不一定會到總統 吳釗燮在這次講話裡面 我覺得他流有語病 他可能要對蔡英文做交代了 因為蔡英文在跟媒體的這些記者 尤其是雜誌的媒體記者的時候 他說 吳釗燮有跟他討論一些 但是沒有談到最後派出 政治組組長這個部分 他沒有跟他做報告 這吳釗燮必須要來負這個責任 所以我覺得停順點到 吳釗燮這一點是正確的 停順點到這裡是合理的 問題是在於為趙義祥 來辯護的這些民進黨的立委 或是其他的特別是立委 我覺得他到今年年底選舉的時候 到明年的選舉 他們會受傷 因為他的辯論中 例如說為趙義祥辯護的這些人 他們的辯護 像昨天天寧也在這邊 為他辯護的時候都會被留下來 最後會成為他選區裡面 被攻擊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 因為趙義祥 大家在討論的 不是他的年齡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強調 一開頭我們就一直在談 不是年齡的問題 絕對不是年齡 也不是能力的問題 我們一直在強調這裡 也不是才幹能力的問題 我們在強調是體制的問題 也就是說你是不是把文官體制破壞了 剛剛街大使有提到說 這個政治任命要不要多一點 還是少一點 這個是可以討論 也就是說你要不要把一些 更多的人事的這些位置 彈性要不要加大 這點是可以在學術上來討論 可以演化到 在我們的行政部門 甚至跟考試院 或是跟文官的任命系統裡面 大家來討論說 我們要不要擴大 讓人事的使用更有彈性 那是可以討論 並不是說固定僵持 就是我按照現有的體制不能變 但是因為我們的政黨是會輪替的 政黨永遠是不斷的在輪替 你今天的副代表增大了 你今天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他的副代表的任命權也就擴大了 你今天如果在一些副司長的 或是司長或者是一些職務 你把他的任命權擴大了 以後任何一個政黨上來 他一樣會使用同樣的一個制度 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要討論是什麼情況下 不傷害文官的士氣 不傷害文官的專業性 又能夠讓政府在任命人的時候 更有彈性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討論 空間是很大的 我們沒有說可以 也沒有說不可以 所以我們在強調的是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 我們的體制還沒改變前 你要不要去推翻這套文官系統 你要不要去動搖這個文官系統 這個就跟管中民的案子是一樣的 大學自治是當時大家在努力爭取到的 爭取到了一個大學自治 爭取到了一個校園民主 你今天卻要去推倒你本身 原來在爭取的大學自治 你卡住管中民 所以台灣的老百姓站起來反對你 所以當時幫管中民案 幫管中民案去捍衛民進黨的 到時候都受傷 吳英寧也是一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都是很多的情況 都很像的時候 幫他捍衛的最後都受傷 結果吳英寧下台了 那麼管中民的案子有多少人下台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很多的時候應該要考慮 剛談到的最後 談到一個馬英九的問題 馬英九確實走了小門 走了小門 走了黑棺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被王作榮認為大大不可 把他砍掉 把以後這個制度砍掉 但是走小門之前的這一些人 他都獲利了 可是問題是他獲利的是一死都獲利 都有war cinco項目的 被王作詢